泰国东北部的地理和土壤资源 泰国东北部的地理位置是该区以东平坦 北部是普庞山脉 分别是库拉坦地和沙古纳坦坦地 山路斜坡区或丘陵区周围的土壤是红色黏土 易于排水 这种形类的土壤是和农作物或水果的种植 如板创系列和臭材系列 在沙岩形成的半平坦区域 发现的土壤通常是适合种植甘蔗和木属的沙质土壤 如马哈萨拉康系列 亚索坦系列 和库拉系列 在适合水稻种植的重要底地地区 发现的土壤是沙质土壤 如雷域系列 粘性土壤如皮麦系列 在高原地区存在浅层土壤的问题 这种类型的土壤适合在东北部上游种植橡胶 如属性土壤或这种民主物 或是国家文在庄与其以下 例如属性土壤的经育部 和属性土壤的经育部 在山区和山坡地区的很多面中,土壤大多是粗糙的生存土壤,如Kolade系列。 在底地地区的黏土是沙质染土,适合水稻种植,如Loyade系列。 在某些地区的土壤受到粘的影响,成为粘字土,如Kolade系列和Ulan系列。 在河堤中的土壤是粉质染土,如Chunponburi系列。 某些地区泛滥平原,如Gantara-Vichai系列和Tatum系列。 在高原地区的土壤是染土,例如Chunpon系列和Yasotan系列。 在某些地区发现了细染土,例如南塞系列和曼牌系列。 以及发质土壤如Mah Salakam系列。 该种土壤适合甘蔗和牧师的种植。 在一些底地平原地区,土壤是浅层土壤与许多混土混合,如Pon系列。 在恒截面末端,湄公河附近的底土的土壤是粘土或非常深的粘土,如Seasonklam系列和Nakonponob系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